民眾摩托車上載著 一 二 三 四 四串衛生紙 但明明賣場限購一串 難道結帳有佩服嗎 怎麼可以買這麼多串啊 男子不發抑鬱 迅速離開現場 詢問其他民眾才知道 原來有這招 我同事來買 我有跟他講啊 叫他自己拿卡這樣繞啦繞啦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民眾發想搶購妙招 兩番業者說 搶購潮這幾天 幾乎全天高峰 業績媲美中原檔期 衛生紙光是一天 就賣了四萬串 但台灣確診破百好幾天 對比二十一號排隊人潮 二十二號上午減少許多 業績連太公平 這種計時都比不上 整天從找到下半位置 密度非常高的 所以他整個業績 其實目前還沒有找到 適合可以比較 其實 賣場貨架上泡麵貨量充足 就連衛生紙庫存 也堆到將近1.5層樓高 不怕賣光光 原來經濟部 早和業者協調限購措施 再加上未來兩週 每天24小時不停工 解決囤貨亂想 衛生紙的貨也很多 所以不用擔心 你覺得需要搶嗎 不用 消保處也強調 已經請業者 每天填報物資供需狀況 目前一切充足 民眾真的不用過度緊張 記者陳正茂 林恩如 臺北報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